如果有钱会成为一种罪 那么刘亦菲绝对会被判无期徒刑 毕竟人家可是在寸土寸金的帝都坐拥上亿的豪宅 占地16000平方米 堪比4个巨大的足球场 但如此之大的豪宅却被他用来收养流浪猫 但这只不过是刘亦菲众多豪宅中的其中一套罢了 在上海富人区的唐晨一品 只是用来临时落脚 在武汉高达2000万的豪宅居住的只有保姆 除此之外 刘亦菲在国外还有两套豪宅 但却只是用来度假的 这些豪宅随便拿出一套来 都是让人渴望而不可及的 豪宅有了豪车自然也不能落下 但在刘亦菲的眼中 名贵的法拉利宾利等豪车都是他买菜的工具罢了 毕竟在刘亦菲的名下 最便宜的车也是价值50万的路虎 这些都只是刘亦菲名下隐形的资产罢了 刘亦菲最厉害的本事 是他可以直接将一套房贷在自己身上 2020年 刘亦菲在为电影花木兰进行宣传时 佩戴的首饰各个都价值连城 随便一个戒指就高达30万 项链25万 耳环7万 最便宜就是他手上的手链也要4万块 除此之外 刘亦菲在手印礼上的装扮那才叫奢华无比 穿的是艾丽高定 最吸引人的还是他当晚佩戴的耳环 看着平平无奇 但价格却高达230万 手上的戒指330万 这一身的行头 简直可以在北京再买一套豪宅也绰绰有余 刘亦菲不仅对自己十分舍得花钱 对其他的明星艺人出手也非常阔绰 他曾送给柳妍价值4000块的面膜 除此之外 在拍摄梦华录时 他还送给剧组所有人一件LV的礼物 其实我真的有上一部戏拍摄杀青的时候 真的送给了我们部门很多同事LV的礼物 他们都很高兴 让不少的网友都直呼 神仙姐姐还缺朋友吗 但如此高颜值又如此土豪的刘亦菲 却至今都是单身 而这背后与其三个爹脱不了干系 刘亦菲万万没想到 自己至今无人敢去 完全是因为背后的三个爹 刘亦菲在叫安峰的那段时间 家庭情况也令人好到羡慕 父亲安绍康是武汉大学的一名教授 母亲是一位舞蹈演员 彼时的刘亦菲还想不到 自己以后的事业 亲爹根本就没有帮上忙 反而是另外的两个爹成就了他 1997年 刘父刘母正式离婚 刘亦菲跟着母亲一起生活 为了让女儿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刘母放弃了国内的大好前途 不远千里地跑到美国发展 刘母在美国时认识了一位华人律师 这让小小的安峰有了新的父亲 新爸爸对安峰很好很疼爱 后来还在新爸爸的财富支持下 不仅改名字为刘倩梅子 而且还改了国籍 但看似美好的一切 是在陈金飞的出现破裂 陈金飞与刘母是同学 而且还是安峰的干爹 彼时的陈金飞正值事业巅峰时期 身价高达26亿 在得知干女儿十分喜欢演戏时 不仅动用一切人脉以及资源 为其铺路搭桥 而且还将干女儿的名字改成刘亦菲 甚至还专门成立公司担任其经纪人 2002年 15岁的刘亦菲成为了北电最小的学生 也正是在这一年 在干爹的各种打点之下 刘亦菲接到了不少的广告代言 也正是这些广告 引起了制片人游建明的注意 并邀请刘亦菲来参演金粉世家 也正是因为这部剧 刘亦菲第一次火遍大江南北 之后更是参演了 《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等多部大热剧 2005年 一部仙剑奇侠传更是让刘亦菲直接封身 有陈金飞这位干爹的立鹏 恐怕娱乐圈没有几个人敢追神仙姐姐吧 如果不是江一燕的低情商发言 恐怕没人知道刘亦菲连翻白眼都这么美 2012年 刘亦菲与江一燕一起受邀参加了鲁玉的采访 两人因为是同学 所以鲁玉便问及他们对彼此的印象 别看江一燕表面上笑得很和善 但却只用几句话就将耍大牌的帽子扣在了刘亦菲的头上 他也很少来学校嘛 不是你在拍戏不是矿课 对然后他也不是很爱讲 在听到江一燕的吐槽后 刘亦菲先是长叹了一口气 随后又翻了一个白眼 手上还一直悄悄不停的样子 完全就是在强忍着怒气的感觉 但没过多久 刘亦菲所受的恶气薛凯奇就帮他出了 2015年某颁奖典礼现场 作为颁奖嘉宾的薛凯奇 就曾当众内涵江一燕不要脸 虽然薛凯奇事后也道歉 并将锅甩给了自己普通话不好 但这句话听得的确是大快人心 值得一提的是 刘亦菲的怼人功力丝毫不住薛凯奇 而他之所以选择忍着不说话 就是想给江一燕面子 毕竟当初被朗朗父亲强行碰瓷时 刘亦菲就曾亲自下场怼的人无言以对 就连在被问到恋爱问题时 刘亦菲的回答也十分霸气 俺还是喜欢女孩眼睛的那种特纯 特别空的感觉 这家伙管他喜欢什么 当邓超说自己不会做饭时 微波炉热东西我都不行 就是看那种做梦参天 刘亦菲听完十分震惊 你没事吧 微波炉热东西都不行 用最平静温柔的语气 说出最霸气的话 不得不说 真不愧是我们的神仙姐姐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 再见